婚姻走到尽头的四个表现,中两个以上就基本很难挽回 百年修得同传度,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 也是百年修来的缘分,然而光有缘分还不够 一段感情想要长久,还需要夫妻共同来维持 一段幸福的婚姻有很多共同点,然而不幸的婚姻却有各自的不同 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导致婚姻分崩离析 当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也不要强求 与其勉强在一起,还不如早点分开 那么当一段婚姻走到尽头了,会有哪些表现呢? 一,经常夜不归宿 对于正常的夫妻而言,如果有一方晚上不回家 也会提前给对方打招呼,告诉对方自己的去向 以免对方担心,如果对方经常彻夜不归 而且还不给你打招呼,经常看不见对你的人影 那么铁定就是对方出了问题,说明对方已经不重视这段感情了 二,性生活不和谐 有性无爱或者有爱无性的婚姻都是不幸福的 对于男女来说,出于生理上的需求 如果长时间性生活不和谐,就会导致双方感情出现危机 久而久之,双方会逐渐疏远,甚至变成陌生人 三,争吵变得频繁起来 夫妻之间的争吵难以避免,偶尔的小吵小闹,有时候还能增加生活的情趣 争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方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既然出现了矛盾就要心平气和的去解决 如果让矛盾得到堆积,只会让你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 如此循环往复,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只会越来越糟 四,夫妻之间变得不信任彼此 夫妻生活中信任彼此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夫妻之间变得相互怀疑起来 一方总是怀疑另一方出轨 或者怀疑对方背着自己做了坏事 总觉得对方对自己有所隐瞒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对方 那么你们的感情就算没有问题,也会被你整出问题来